K线原来如此,带领点今天消息片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万象和 今天台湾股市,我们找盘有跟大家预告 预告什么呢 台湾股市在这个地方会稍微观望一下,尤其是今天 那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12点钟,明天的凌晨 把我要来演说了,所以现在尤其是今天这个盘市 会观望比较久一点 那我跟大家讲红海的部分,我们今天会继续来聊 红海 今天会不会是加码点 今天其实这个上个礼拜有往下跌,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发现好几天在这个位置没有继续往下跌 是不是加码点,我们待会会来讲 那再来跟大家聊一下长荣行的部分 长荣行其实有些朋友很担心 觉得说今天是不是往下破了 我跟大家讲不是 我们等下会来讲 最后来看一下这个长荣的部分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频道的朋友 赶快把频道订阅起来 我们的频道叫做K线原来如此 你在YouTube上请你要搜寻的话,请搜寻K线原来如此 不要订阅错了 不要订阅到我们其他的分流的频道,那其他的频道 老师不会去看 老师不会去看 所以 请你订阅我们的本频道,叫做K线原来如此 那我们频道是以教学为目的 我告诉大家我们的频道会以K线为主 因为我们叫K线原来如此 那我会带你一步一步来看K线 我相信你看久了之后 你会更了解目前的盘氏的状况 那均线什么ISI指标我们都不讲 因为那都是落后的指标 好不好,那请你 持续来看我们的节目 相信你都会有成长 记得订阅的时候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鸿海的部分 今天又有新闻,今天新闻讲什么呢 今天其实讲他旗下的子公司 有一家子公司叫做工业复联 那工业复联在做什么呢 他们要来强攻AI的部分 主要他们这个董事长讲什么 董事长叫做 郑宏梦 提出四大方向 要来进攻AI这个产业 主要是他们要来建AI的算力中心 再来是要什么 要推动AI的这个技术升级转型 包括一些这个产业面的升级 会来应用到AI的部分 其实鸿海现在有些工厂 已经慢慢的开始在用 要打造什么 高效能的这个工厂 会结合绿电 还有一些AI 帮助减碳的部分 最后还要他们也要培养AI的人才 给大家看一下就好 好不好,那个是因为他们旗下目前 还是有一些动作在做 有一些利多消息不断的放出来 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K线来看 那消息面的部分我跟大家讲 消息面我们就当做参考 你千万不要拿消息面来做股票 这我一直在告诉大家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不要拿消息面来当做你的参考呢 很多朋友会看到这个新闻 就很心动 又想要去做买进 为什么我强调不要利用消息面 大家想一下 新闻记者在写这篇新闻的时候 他是不是比你早知道 对,他比你还要早知道 那他这个消息来源是谁呢 是别人对不对 他们的新闻来源呢 会不会比他更早知道 那就是这样一层一层下来 所以 当你看到新闻的时候 你是最后一个才知道的 所以 你一定要利用这个K线图来 来决定说 目前的状况是什么 K线图最清楚了 因为只要有买卖 他的记录就会在K线上面 比这个均线还快 因为均线是用这个K线图的收盘价 来做一个计算的 所以他的速度会比较慢 其他的指标也是一样 都是利用K线来做计算 我们来看鸿海的K线之前 一样我们先来看口诀 我们口诀叫原K线的口诀 叫做什么呢 第一个叫做周线看大事 大家我们讲很久了 每天看的朋友相信你都会背 对不对 亲爱的朋友 第一个请你先学会周线看大事 周线看大事非常的重要 请你先学会看大事 这是所有里面最重要的 只要你会看大事你就不会再追高 或是下跌的时候就说你去买进 下跌式的时候去买进他搞不好还要继续跌 那就 不是你买进的位置 好不好 或者是你买来盘整式那都比买来下跌是好 那再来日线看幅度 小时早撑压课分金出点 这基本上未来有机会 我们可能会在课程上再来教 节目的时间比较短 今天不多讲 那大家记得 第一个周线看大事一定要学会 那鸿海目前叫什么 叫做上涨市进行当中对不对 上个礼拜跟大家讲鸿海的周K线什么 出现很长的上影线 表示目前多少走到这个位置 是有什么 是有主力的 有人在这边卖的 那我从上个礼拜二 开始就一直在讲 从礼拜二讲到礼拜五就一直告诉大家 鸿海有人偷偷在卖了 那事实上结果是不是跟我所讲的一样呢 我们看到日线图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日线图的部分从 上个礼拜 涨到什么 234.5对不对 涨到这个位置之后 你会发现怎么样的 礼拜二了 234.5 开始有些回挡 但是现在在这个位置回挡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在前面有画两条线 那这两条线表示什么 其实这个位置是有支撑的 所以你会发现跌到这个位置之后尤其是 礼拜五往下跳空对不对 今天又在这个地方出现震荡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又会重新做整理 那我告诉大家 这个位置为什么我们标题开头说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加码动作 你还是想买鸿海 这个位置能不能做加码 我认为是可以的 因为涨到234.5 大家再看一下 在高档的位置有没有很多人在上面做卖出 其实是并没有的 现在回挡回下来 大家还是什么样 还是有些人偷跑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没有卖的 所以回下来还是会有人重新做加码 还是有人看好的 好不好 大多数人还是看好 所以他未来还有机会可能在明天或是这个礼拜 都有机会在这个地方震荡震荡之后 开始就重新往上做上口 我们再来看 因为这个时候有人在偷跑的 所以讲的不是很准 不过现在回挡回下来 是一个好的这个加码地方 所以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一下 再来给大家看这个长荣的部分 昨天长荣 放假的时候有出现什么 航班一场 但是这个其实不是 我只是给大家看一下 他是po.777 300ER的客机 那这个 从洛杉矶飞到桃园 结果飞一飞 又折回去了 不知道什么问题 好不好 但是我跟大家讲这也不会影响到他的股价 那虽然说今天股价要往下跌 不是他主要的原因 那我跟大家讲 大家看一下长荣航空的这个部分 大家看一下这个 左眼途的部分 其实 涨到这个地方 之前跟大家讲过 40块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往这个2023年的六七月份的地方 上面是有没有 是不是有个地方有个转折 其实这个上面是有压力的 那我在之前其实箭头就花在这边 就一直花在这边给大家看 如果上面有压力 接下来要往上做挑战 不过他其实 大家看一下从这个前两个礼拜开始往下回跌 有个跳过去 他不是真的下跌 他是什么 他是除息的部分 开始往下跌 但是他除息也不是真的要造成他大跌 好不好大家看一下这张路线图的部分是 还没有还原的时候 除息的部分你要看 请你还原回去看 因为除息是把股价 从这个地方 除息之后会退给你 所以他基本上不是影响走势 有些人在除息之前 他可能不想参与除息 他会卖出但是你从长黄空上面有没有看到卖出 没有 我给大家看另外一张图 这个是还原之后的 大家就去找软体 有些软体可以还原 那看一下这张图还原之后 有没有 前一张图看起来跌破什么 跌破这个支撑位置 对不对 在上面变成是一个多重复合的 像M头一样的东西 但是你还原之后他有没有跌破 他并没有跌破 而且接下来给大家讲消息面的部分 是不是要进入暑假的旺季呢 暑假旺季还没到对不对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接下来的旺季 传统旺季是第3期跟第4期 还有今年的AI要持续出货 空运的部分也是有吃到这个部分 所以你说航运股有这么差 尤其空运的部分有这么差吗 其实并没有 所以他接下来 今天虽然在往下跌 但是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很快我认为他会止跌 尤其在下面 再往下一点点 下面其实支撑区已经到了 明后天可能他就会出现止跌 所以我们持续来做追踪 看老师讲的对不对 好不好 那再来跟大家讲 长荣的部分这边也有个新闻 上礼拜讲说有一个公司叫做什么 叫中环 卖什么 卖这个长荣的股票 卖了多少张 大概卖1480张 算快1500张 赚了2000多万 2900多万 快要3000万 那新闻人记者也很好笑 讲他叫巨型韭菜 人家进去做价差 赚了3000万 套利出来 怎么说他要韭菜 对不对 这个新闻也有很多错误给大家看一下 他讲说什么长荣是 6月27号除息 好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中环是卖在哪里204块 那我跟大家讲6月27号 除息之后就再也没有上过200块 所以他基本上他没有参与除息 但是下面这个新闻最下面他写什么 6月5号到7月9号 他是在6月5号到7月9号 直接卖出的 那我刚才已经跟大家讲 6月27号就再也没有什么204块 所以我认为其实他是在之前他没有参与除息 他之前就卖了 快要1500张嘛 对不对 所以他基本上是赚钱的 那大家看一下其实像这个东西 很多人就只会关注什么三大法人 其实像这样子的这些 公司 法人 他们会进去参与股票 是非常多的 那这些都是属于引擎户 到新闻报出来大家才会知道 好那大家看一下这个 长文目前的周线叫什么 目前周线叫做上涨之后出现回档式 他目前在回档 那为什么他回档 这个图也是有还原过的 大家看一下2022年的时候 2021年到2022年 其实在这个上面的时候是不是 当时涨上去之后 上面是有个很大高档 之前很多朋友有参与到 长文大涨 对不对 好在2021年的时候 涨上去之后跌 后来回跌跌的非常的猛 现在基本上你把它还原之后 快要到当时的位置 所以在这个地方 出现有一些回档 是非常正常的 但是大家看一下 我们到这个 日线图来看 你看日线图的这个部分 在上涨之后 尤其在往上涨之后 有没有很大的卖压出来 卖压其实并不是非常的重 卖压不是非常的重 所以他目前回跌回下 我跟大家讲 常用到这个位置 这是还原过后的图 一样是还原过后的 跌到这个地方基本上 你可以看到 这几天 尤其上个礼拜 开始往下跌之后 开始有什么 有下引键出现了 尤其画了好几个箭头 对不对 对到左边这个支撑的位置 盘整的位置 他是有什么 有支撑的 很明显有下引键开始 持续的出现 尤其上个礼拜 我跟今天 你发现他这个实体越来越小 但是他开始跌不下了 所以我也认为他在这个地方开始可能会进入到盘整 好那他盘整之后是有机会再重新往上做上工 那大家这个地方能不能做加码大家自己来做一个 考量 我认为在这个地方 其实他有点跌不下 你是可以做考虑的 所以 这边就持续来做一个关注 好那最后跟大家讲今天晚上12点 包委要来演讲 他要来演讲 这次会不会发表说要降息 我认为这个 机率很大了 好不好 未来他一定会降息的 今年我听说 有人预估说会降息 已经说预估到三次了我觉得比较夸张 但是我跟大家讲 昨天川普被人家开枪 川普其实前面有讲过 未来会拿联准会这些人开刀 那基本上他被开枪之后我认为他当选机率是大增 我认为是 皮开始封紧 那会不会降息 我认为是会降息 基率 人家说什么降息基率70% 我认为降息基率已经到100% 一定会降息所以大家等来看 那今天台湾股市大家看一下是不是还是 我们早上跟大家讲什么观望 我们在社群上都跟大家讲 在Trade上面还有在我们Line都有跟大家来分享 其实今天是确实有观望的 大家看一下今天日K线非常非常的小支 跟上个礼拜五几乎一样 可能会等到 今天晚上报告他演讲完之后 才会开始出现新的波动 所以大家可以持续来看 目前这个位置要来做加码也许都还不错 那我最后还是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最近公司有方案 是什么是跟大家讲 我们是有6000块三个月 是研究日志 研究日志有朋友来问我说是什么 我跟大家讲研究日志 我们每个礼拜会帮大家写 两到三张股票 都是什么 都是我挑出来的股票 类似像投信的报告 还会加上我个人 包括我们这个教学的部分 所以是研究日志三个月是6000 那我挑出来的股票 你算一下三个月6000一个月大概2000 一个月就2000 比你去参加什么 外面非法的群组好很多 有些外面诈骗群组 可能跟你收个1000块 他就把很多其他老师 或什么他一些乱七八糟的资讯都给你 我跟大家讲看些都没有用 你不如来看我的研究报告 那我报告给你 你就要自己做参考 你可能没有很多钱跟我做操作 那如果你要跟我做操作的话 我们是盘中及时的讯息 会告诉你这一档股票 现在多少价位 像之前我有跟大家分享大力光 对不对 这个几点几分现在可以做买进 那三个月是26000块 那就给大家做参考 那我们这活动 是因为庆祝我们频道6000人订阅 那限时是5天 到这个礼拜可能就没有了 所以大家来参考 那后面可能会恢复比较高的价钱 那你可能就要再等下一次的优惠 好不好 那就给大家做参考 那我们今天到节目就到这边 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面做留言 明天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